黑金政治和地方派系政治 都是臺灣民主進一步深化 必須要嚴肅面對的挑戰 我們也以此要求所有被提名的候選人 都必須簽署原政公約 用明確嚴格的紀律來進行參選 只有集結民眾的力量 只有集結改革的力量 我們才能夠杜絕黑金政治 才不會讓地方政治成為黑金特選的渾船 終結黑金贏回正義 臺灣這幾十年來的民主成就受到了國際的肯定 但是直到現在 許多縣市的地方選舉 依然受到黑金的不當影響 這不是臺灣社會所追求的民主 我們必須努力改變這個現狀 過去在宜蘭 民進黨經過多年的鼓勵 奠定了綠色執政品質保證的口碑 宜蘭經驗一直是民進黨地方執政的典範 青年 情政 愛相處 更成為民進黨執政的信念和行動的準則 現在的宜蘭縣長 卻因為涉嫌貪污立案 遭到起訴 起訴書指出 其涉嫌利用人頭帳戶有超過七千多萬的錢 是洗錢或者是金融的法交代 這樣的執政讓宜蘭失去了過去讓人呈現的光榮 我們需要一位青年有超所做事有魄力的地方首長 再一次擦亮一代人英語為傲的招牌 南投 國民黨籍的前縣長 因為涉及風災重建 所會等多項的弊案 遭到法院的判刑 星期假期超過四百年 現任的國民黨縣長 還有國民黨這次推出的候選人 也都遭到質疑 跟黑金家族黑島集團掛鉤 只有終結黑金政治 南投才有可能發展 南投才有可能進步 黑金政治和地方派系政治 都是臺灣民主進一步深化 必須要嚴肅面對的挑戰 民進黨始終堅持青年停政 愛鄉土的信念 我們也以此要求 所有被提名的候選人 都必須簽署連政公約 用明確嚴格的紀律來進行參選 我們在宜蘭縣 在苗栗縣 在南投縣 都已經看到改變的機會 只有集結民眾的力量 只有集結改革的力量 我們才能夠杜絕黑金政治 才不會讓地方政治 成為黑金特選的混船 我們要用手中的選票 展現臺灣的選擇和意志 我要請每一位選 特別是宜蘭 牢力南投的鄉信 為自己的家鄉 投下關鍵的一票 為臺灣的未來和民主發展 做出正確的決定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蔡總統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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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